总统蔡英文26号接受CNN专访 首度证实美军在台湾协讯 国防部长邱国正上午也在立法院表示 国军和美军的交流频繁 不过保卫国家还是要靠自己 因为我们国军跟美方之间一直有些交流 各个城市各个领域大家都蛮多的蛮频繁的 而且时间也很长久了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强化我们自己 并不能够完全救好 我们就指望了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迈尔 就曾在他的就任听证会上首次表示 美军已将部队派遣台湾 并携训台湾的军队和特种部队 随后美国之音也报道指出 驻台部队包括美国陆军绿扁帽特种部队 海军陆战队远征特权队 海军海报部队和陆军安全合作旅等部队 这次由蔡英文亲自说 立委都觉得意义非凡 一再表达说跟美国跟日本跟国际友好国家 我们的正式的官方的合作 那由总统讲出来当然意义不同 所以代表说国际上面这已经不是默契了 而是可以公开跟国际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往来 面对了中国的武力威胁 蔡总统呼应了拜登总统的说法 美军有强烈的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 台湾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跟决心 针对美国华府智库建议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东沙岛应采用毒蛙战略 射警中共如果夺岛 就会马上承受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惨痛后果 邱国正回应 但基本上加了一个部队 他没有这种自我防卫能力 或者自我防卫能力不强的话 他要变毒胎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持续来强化 他虽然是一个最有小岛 但是我们有强化他战备的工作 乐观看待友好国家的建议和支持 也努力提升国家战力 形成刺猬堡垒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剑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